世界窮人日的聖伯多禄廣場 是一處為無家者服務的流動診所 今年已經是梵蒂岡第四年舉辦這項活動 過去兩年由於疫情關係 流動診所暫停服務 菲西凱拉總主教出席了啟用儀式 在廣場上的醫護工作者希望 和可能不願意去醫院 經常面對其他問題的脆弱人群同行 他們設計了一套系統 如果發現病人有緊急狀況 或者有值得關注的健康問題 會陪伴病人到醫院就診 雖然意大利有龐大的公共醫療網絡 活動組織者認為 計劃特別有助於無家者獲得醫療照顧 很多人在街頭的經歷 令他們對其他人處處提防 需要學習重新信任他人 在世界窮人日前夕 推動這項計劃的醫生表示 由於得到無家者的口碑推薦 很多人信任他們 並在週末來到流動診所就診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到 合理者到處理人 每一種人的你看到 各種人的新鮮 仍然是大西洋